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 我們今天呢繼續來玩這個英雄你好狗 那我們今天呢一樣開始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最新的禮包序號 要不要兌換的一樣點左上角的龍頭像 然後接著的話點下方的禮包嘛 然後接下來可以輸入這個Fish3個6 Fish3個6那一樣可以按下方的這個兌換 這是他這個粉專達到66666個人的追蹤了 好那就可以拿到視野槽還有一些招募契約以及我們的這個點券 好然後接下來下一個呢是這個Fish3個7 Fish3個7然後這邊的話一樣是可以拿到這個點券 招募契約還有我們的視野槽 好那麼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遊戲的限時活動 我們的這個江湖Pay是最推薦購買的東西推薦喔 好那可以看到這裡的話是有非常多東西喔 那每一個東西的價格都不太一樣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來跟大家講解一下哪些東西是必買 哪些是哪些東西是不需要買的 好那首先的話我們第一個看到我們的黑式必買 那這個的話就如他的名字所持 那是基本上必買的 買這個招募券的話順下來一張的話也才120 那如果我們是直接去這個黑式進行購買 他的話也是需要一張250 所以說直接打折了一半一下 所以說這個的話是一定要買的 而且買了之後要記得把它存起來 然後等到我們的招募中再進行使用 好那這個的話是一定要買的 好那現在第二個的話也是一樣喔 這個黑式特會啊就算一張120 而且還多送你這2000骨頭 要知道到後期我們這個骨頭是相當缺啊 基本上這個等級培養上去的話都需要大量這個骨頭 好然後接下來的話是我們的這個骨頭禮包 我們骨頭禮包剛剛已經講過嘛 我們的骨頭是相當缺喔 所以說的話這個也是直接去買下去是不會錯的啊 那如果你是直接去我們的這個黑式進行購買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他其實基本上 一個點券他是沒有辦法達到1比1喔 所以說我們在那邊買的話也是相對來說會比較划算一點喔 要不然這個遊戲骨頭的入手渠道實在是太少了 有沒有像這種特殊的這種骨頭活動 那這個寶箱禮包的話推薦大家是一定要購買了 因為的話購買這個寶箱不僅是可以完成我們的寶箱周活動 額外的這些積分產生出來的像是骨頭啊 或是我們這個金鐵提升裝備的東西還有大量的口量 都是我們這遊戲是相當重要的支援 可以拿到所以說可以順便做活動的同時 還可以拿到許多的這個提升支援啊 那這個的話是推薦大家是一定要去購買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下一個是我們這個碎片禮包喔 那我們這個碎片禮包呢 雖然買起來這個價格是稍微貴一點 但是我們之後這個招募周也會需要我們大量的這個招募區喔 而且我們除了買了這些契約之外 除了會拿到我們這個相對應的紅象碎片 那大家不要忘了我們招募的時候也是有機會去招募到我們這些成將啊 或是紙將啊 那我們招募到這些角色呢就可以累積碎片把他們升星升上來 那升上來的話也可以達到一定的這個積分獎勵喔 所以說如果你不買的話這些積分的達標獎勵就可能會比較難獲得啊 就比較難達到 那我們積分達標獎勵就可以拿到相當大量這個骨頭 你看這邊如果是以1比1來算的話那是直接就送你1萬6的這個點券啊 然後這邊再加上90個招募區喔 直接送你直接四分之一的招募周需要的這個量 硬幣禮包 那這個的話如果你是在新手期 剛開始出來新手村的話 就第一周遇到我們這個黑色周 這可以稍微購買一下啊 可以拿去稍微抽一下我們這個玩具喔 就把我們每個角色先給他放上來裝備上來 只好可以多就是打關卡的話稍微比較順一點啊 那也可以順便解一下我們這個玩具的一些身心積分喔 可以順便幫我們一些積分 稍微添加上去啊 那過了這個第一次就是黑色周過完 你在下次看到的時候就不用再特別花錢買了 然後最後一個的話是好花大禮包 那這個的話比較是偏向給課長玩家進行去購買喔 如果你有多的這些點券然後實在是不知道怎麼花的話 那再來購買這個喔 因為的話這個也是只能夠拿到紅象碎片啊 相對來說沒有買這個招募奇約 會來的一些成將啊或是成將的一些碎片可以去提升 拿到更多的這個積分喔 後面的紅象基本上都升到差不多啊 不要再難升星升上去喔 所以說總結如果你是新手村第一周出來的話 是可以直接購買啊那後續的話就不用再買了 那反正其他除了這個豪華大禮包以外 全部都把它買起來就對了 所以說你們平常也是要累積好一定的這個點券數量啊 然後等到我們的這個黑石中 然後到達的時候再把這些點券花掉 所以說這邊加一加的話大概就是需要存個一萬文的點券 就可以完成我們的江湖黑市的購買要求啊 好那最後再來挑戰個這個龍友之塔 看看你們能不能夠打贏這一關啊 這一關的話也是卡了後幾天喔 通常有這個雅典娜的關卡也是蠻克制我們的這個關羽啦 如果沒有雅典娜的話反而還比較好打 就有可能靠這個連續控制 然後慢慢的增強我們的關羽攻擊力 然後最後呢再一波帶走啊 那如果有雅典的話通常都是我們的這個傷害不夠 而且對面的這個續航還有控制能都是相當強啊 好果然又是這個連續失敗啊 這可能要再多升個幾星才能夠通關這個500起啊 好吧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英雄你好狗 就這樣不會拍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那我們一樣呢點這個禮包碼兌換 那麼可以輸入這個最新的 這個GOGODIS然後CORD 這是Discord序號喔 那推薦你們也可以加入一下它的這個社群啦 那就可以第一時間拿到這個序號 然後可以注意一下這個大小血 好那輸入完的話就可以按兌換喔 那就可以拿到我們的點券骨頭袋子還有10個這個綠寶箱啊 好那麼可以輸入這個禮包 FUNFERO FUNFERO 那就可以按下方的這個兌換 就可以拿到這些綠寶箱狗糧還有100個藍點券 那接下來下一個的話是這個改版禮包 這個E然後ND 然後LGIFT 就是ENDL然後GIFT 好那兌換的話可以拿到這個青銅硬幣 然後這個288個點券 好那麼可以輸入這個GOGO3個8 GOGO3個8 好可以按下方兌換 那這邊的話會顯示我已經兌換過了 但你們的話是應該還是可以兌換了 好那我們這邊就可以輸入這個禮包碼 然後這個GOGOGOHERO3個9 好那輸入完之後就可以按兌換 就可以拿到188個點券了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的話是這個GOGOGO 然後一樣是3個9 就不用加上這個HERO 這個大小型應該都是可以的 然後這邊的話可以再拿到 兩張的這個招募契約 然後還有這個狗糧 好那我們可以輸入這個禮包碼 這個DLOPENGIFT 然後可以按下方兌換 這邊的話就可以拿到點券藍寶箱 還有綠寶箱十個 那接著下一個呢是我們這個RANKINGNOE 那按下方兌換 這邊的話可以拿到這個袋子 口糧袋還有我們的骨頭袋子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DOG999 DOG3個9 那這邊的話也是可以拿到這個點券狗糧 還有骨頭 這個新手開局的話是非常棒的 然後再來還有這個DOG2023 DOG2023 那這邊的話也是可以拿到大量的點券狗糧 還有晶鐵 那最後一個呢是我們的這個GOGO2023 好那接下來還有一個限定隱藏的禮包碼 是在我們的雷電商店 你們可以點開這個禮包 然後在這裡的話就可以看到有這個 英雄你好狗送999抽的雷電專屬禮包 那你們這邊的話可以來登陸一下 你們的Gmail帳戶 然後把這邊的虛寶兌換碼複製到 剛剛的禮包兌換地方 這樣的話就可以成功兌換 然後夜神的話一樣是有這個隱藏序號 你們可以回來到這個畫面 然後到遊戲中心 這邊的話會有一個優惠 然後再右放這個專屬禮包 這邊的話會有這個 英雄你好狗的夜神專屬禮包 這邊的話一樣是可以點擊領取 然後登陸一下你的這個 Google帳戶就可以領取